现在我们上课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杨 大家都有个叫老杨 有个叫杨阁 我为了表示自己年轻 我都叫杨阁算了 好多大学生了 二十来岁大学生也叫杨阁 岳教育年轻 我在这生活了八年 主要是从事一些户外活动 带大家去钓钓鱼 有时候打打猎 就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培训这个枪证 把这个枪支安全教官 培训这个执照给它靠下来了 所以这又增加了一个职业 天天就这样跟外边跑着 忙忙碌碌碌的 现在呢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现在给那个YouTuber 做这个小视频 我发现比这个其他工作 还是占用时间了 天天叫我熬到半夜 可能水平又限 所以我把这个咱们那个枪支安全 培训的小视频 已经有好多都发到这个YouTuber 大家回头可以看看 今天那培训里讲的东西 那个视频都在里面 欢迎大家订阅 为了让我能够进居 那个YouTuber的这个队伍 好的 希望大家支持 订阅 关注 订阅 订阅 关注 这个我介绍完了 这边还有一个 还有个夏天传调 主要冬天冰调 这也是我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范围 从您这开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吧 我们都在一个群里面 大家以后都不一样认识了 你们自己可以跑着玩了 那个我叫 我叫Jason 那个我来加拿大9年了 然后来威尼国四年了 然后平常的话也是挺喜欢户外活动 平常接触的枪也多 但是之前就拔场和朋友去打一打 然后平常主要玩的是弃枪 打打人的 然后你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知道 你应该得介绍介绍 那个中文名叫王昌哲 王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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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你来 发一下自己的名字 大家好 我叫曹颖君 就是Janice 然后我过来就是 反正就考着玩吧 也是到时候可以去拔场 就是玩玩什么之类的 对 很高兴认识大家 大家好 我叫薛文杰 我刚来温尼伯没多久 不过我对枪比较有兴趣 所以好有玩法 我叫Sity 我来温尼伯八年了 然后都是考来玩一下 然后准备把枪这方面开发 大家好 我叫张告全 来这边有两年多了 平常也就是喜欢喝茶 钓鱼 所以说也想去体验一下打猎啊 打枪啊 所以说今天最如今 到这能够认识杨老师 认识大家 有过代有过多俊 鱼猎会有 这就是我宗旨 大家在一块都都成朋友了 谢谢 我这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平台啊 挺好的啊 谢谢大家支持 老师刚好 我是唐鲜明 来温尼伯三年多了 然后平时的话 踢地球啊 踢地球啊 打人 钓鱼啊 就学多相近了 大家好 我叫崔远 来温尼伯 我来加拿大三个月了 然后确实觉得加拿大挺无聊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觉得还是 学一些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比较好 以后可以掉到鱼啊 大大猎 过不一样的生活会比较好一点 刚来三个月都开始原本培育相证了 对啊 要尽快的加入 比较积极啊 对 有了你看他在这九年了还没有 哈哈哈 他一直都在在玩枪 一直都在玩是吧 啊 啊 大家好 我叫顾崇远 我来一年了 之后我平时就挺喜欢钓钓鱼的 然后 大家可以叫我三水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李奥勤 来自六年 就这边生活真的很闷 所以想想学学 枪子 跑出去的少 好 你好像不闷的话 你天天跑过外 跑个闷不闷 不是 如果你 也是 就啊 平常就可能大大狗 健健身 好 我 我天天都在外面跑了 就很闷了 有时候回来之后 躺在床上都睡着了 累了 受不了 嗯 现在想睡觉还睡不了 好像有一个小视频在做 有时候弄到夜里两三点钟 这些听号称网红的 奴隶向网红卖戒 大家再多支持 我们这个 加拿大这个 要求来配枪啊 你家里边要放枪 还有这个 你要带着枪自己 出去带着枪 出去打把 或者打猎的情况下 还有个要求 你带个枪证 没有枪证的话 你是不允许自私自带枪的 但是呢 你像你在这玩几年枪了 没有枪 朋友只要有枪证 你们在一块可以玩 但是他必须在一步的距离 和视线范围内监督着你才能玩 这是法律这样规定 你自己是不能带枪了 自己以后出去玩的话 那就考个枪证 这个手枪呢 大家明天谁学的话 马上在这打个拨啊 至于手枪呢 限制会更多一点 这个在明天再讲 今天所有这个枪呢 都是真枪 但是呢 撞针呢 以及其他关键的一些 这个部件呢 有的都去掉了 所以这个枪支 在这个实际操作中 是安全的 包括我们用的 也子弹呢 所以雅弹 这里边的弹药都取出来了 也都是这个要求的 但是就这样 即便是这样 我们都要把它当作真枪来对待啊 对待这个枪口的方向啊 我们要求今天的枪口的方向 都在这45度的角啊 就这两个枪之间 超出这个枪了 考试的时候 超出这个枪了 就要扣两分 如果说你拿着这个枪 枪口方向 对着它了 或者对着我了 考试的时候啊 这是考试的时候 立即作废 就像我们考驾照的 你闯空能了 这立即都要作废了啊 这个毫不带含糊的啊 下次可以免费再补考 但是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枪口的方向 这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咱们翻到这个 教案啊 PPT 我介绍 课程介绍啊 课程介绍啊 课程介绍还有一个啊 八个小时的培训时间 在长江 考试的时候呢 比试 和实际操作考试 还不包括在内啊 所以说今天呢 人比较多 可能到晚上八九点钟了 但是 但是 培训考试的时候 可能下午五点钟 可能考试完了 但实际操作呢 一个人来二十分钟 一个人二十分钟 十个人多二百分钟 三个小时 大家在这个实际操作考试的时候啊 出去算着自己的时间 什么时候回来 可以去适当的去吃饭了 或者做其他事情啊 课程的这个目的呢 咱们翻到第十九页啊 主要是讲这个 Cross Objectives 主要六个方面 安全的操作这个 枪支和弹药啊 处理枪支和弹药 安全的使用枪支和弹药 遵守法律 存储 展示 运输 就这几块 这几块的内容 看重不多 其实考试的时候 每一方面都涉及到了啊 看了第二十三页啊 二十三页是个表格啊 这个联邦的 对这个枪支安全的这个规定啊 就是你这个枪支 拥有着持有枪支 他这个发这个licence 发这个执照 是由皇家奇境来发的 是由federal来发的啊 第二行啊 非常重要啊 这是考试的时候必考的啊 你把这个 你搬家了 你用枪证了 发了枪证之后 你搬家了之后 三十天之内 一定要在网上 更正你的家庭地址啊 这个必须要知道这一点啊 枪支的那个 另外枪支的那个 是有人的 可以有这个枪证了 你不买枪的话 你可以去借枪啊 你可以去祖令枪啊 等等啊 你可以继承枪啊 有了这些之后呢 你都可以做这些事情了 像那个绳里面的规定啊 绳里面的一些规定呢 这是啥 就是打猎的时候啊 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戴什么样的帽子啊 这是一些规定 哪些地方能够开枪啊 哪些地方建筑物附近啊 道路啊 附近啊 有多远呢 这是省里面的一些规定 我们不但要遵守联邦呢 省里边的乡村的一些规定 我们还要遵守最后一个 叫Modisipo Country和Local啊 它这个乡村呢 可能比方说 这些它紧邻着的地方是皇家的土地 皇家的土地是可以去狩猎的 但是呢 它这个周围呢 养了很多牛啊 它在上面挂了个牌子 这个区域呢 是不让你打猎的 经常打猎的 对它养着牛了 这个牲畜了 会造成惊慌啊 这是他们当地的这些社区的 一些规定啊 我们也要去遵守啊 这个是考试的时候 也会说到这一点啊 第二十四眼啊 其他的这个责任啊 这个一定要处于这个法律 有关枪支的法律的规定的改变啊 这个也要平常要关注这个事啊 还有啊 任何人啊 都要遵守这枪支的这个法律啊 不论这个枪是不是装弹和卸弹啊 都要遵守这个法律啊 如果不遵守法律呢 你可能会被吊销这个枪支的执照啊 会受到罚款 或者是有一定的逐渐时间啊 所以说这个 任何人呢 对待枪支的存储展示和运输啊 和处理啊 都要遵守这个法律法规啊 这一点大家都要注意 说到这一点啊 这个学生手册呢 是2014年的版本啊 它包含了四个大部分啊 第一个是目录啊 下面呢 然后呢 就是 对这个枪支的介绍啊 一直到这个第15章啊 啊 包含了这个 到第17章啊 包含了这个 非限制枪支和限制枪支的一些操作啊 内容 后边呢 还有一些辅入啊 这些辅入呢 啊 介绍了一些这个 像古董枪啊 买子弹啊 法律的定义啊 啊 这个等等 还有一些 报告你的枪支丢失啊 你的Licence丢失啊 等等啊 这些呢 不在考试的范围啊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词语的一个母录啊 嗯 大家如果说在这个 学习的过程中啊 看到某些词语呢 呃 不懂了啊 可以翻看这个 后边的这个词语的介绍啊 啊 这里面呢 包含了一些 啊 词语啊 像这个 咱们先取个例子啊 从A部分啊 大家看到第343页啊 A Action啊 Action的定义呢 就是The moving parts of fire arms that load fire extract and eject ammunition 啊 它的定义就是 枪支的一个 可以 活动的部分啊 啊 可以去 装弹 射击 嗯 去弹 啊 退弹的一个过程啊 啊 翻到第344页啊 C 啊 Caliber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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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枪支的枪管的内径 它的直径 内径 测量的一个单位 另外呢 它同样也是用在子弹 弹头里 它的一个直径的描述 这是个caliber 这些单词的定义 大家要不懂的话 可以去来翻探后面的符录 后面的这些刺鱼表 来我们开始 不如 讲课 这个 最重要的一点 加拿大对它的rules 是这样规定的 叫4x of firearm safety 这4x 啥意思呢 第一个是它是大写字母的一个缩写 第一步 我们这个枪 你拿起来这把枪 你都认为 assume every firearm is loaded 对的 我们假定每一把枪里面它都是装子弹的 你不知道它有没有子弹 就我们假定它有子弹 假定它有子弹了之后呢 我们都开始 control the muscle direction at all times 控制枪口的方向 始终是在安全的方向 不要拿着枪口乱乱摆动 你包括是自己在出去玩 跟朋友外出去玩 这个枪口拿着枪口的方向 一定要慢着这个步骤 照着最安全的方向 不开枪的过程中 这个tringer finger must be kept out of the trigger out of the trigger guard 手指头啊 一定要在这个扳机的外边 不要放在扳机上 然后去检查 see that the firearm is unloaded prove it's safe 来检查这个枪 来卸弹 我们来做这个卸弹的过程 怎么来卸弹呢 我们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啊 point of the firearm is the safetyest available direction 始终是控制枪口的最安全的方向 所以好多考试的时候内容啊 有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啊 一两个一二三 基本上point of the firearm is the safetyest available direction 有的时候把这个子弹去掉啊 或者把这个枪呢 锁到盒子里边呢 或者是把这个 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啊 你只要这个枪口的方向在这最安全的方向 即便是意外走火 也不至于伤住人 是吧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的开 remove the all ammunition 把子弹 枪里边的子弹给它卸掉 弹夹的子弹 包括这个糖 糖室里边的子弹都要卸掉 糖室里边的子弹就检查 然后verified feeding path 上弹通道检查一下 exam the bore 这几个过程 就这个表格啊 就刚才我们说 exam underproof啊 今天要过几十遍 所以大家到最后一定要都在汇背了 考试的内容 其实包括实际操作都在这里边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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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n 马斯丹 Dutch 卦 饼 饼 船 饼 饼 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